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得我二十多岁刚刚开始在步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那会儿还没有这么明确的时候是透过演戏了 了解这个社会 了解这个世界还没有 只是觉得这个行业它有很多吸引自己的地方 它是一个未知的东西 在这个未知的领域里面你能够站住脚跟 这个过程都挺让人神往的 挺让人着迷的 我爱桃花这个戏也是给了我很多信心 自己回想我当时的这个表演状态是 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那种畅快伶俐 毫无杂拈 它会带给我比较一种快乐的一种 自我享受的一个东西 虽然它演得好 但是 好成这样 我怎么都骄傲了 编剧邹信之先生鼓励我说 这是他的这个版本的演出当中 他最喜欢的章艺 我就觉得有了今天一个特别大的褒奖 我特别喜欢王志文老师说的一句话 我才没有扮演任何角色的 任何角色都是我 他个人极具魅力 所以会让他的角色更有魅力 还有一种是角色很有魅力 你只要正常演 大家都会喜欢 《为之疯狂》的是那个 他所扮演的那个角色的那种勇于牺牲 或者是敢于担当 都是因为角色身上的高榜点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身上会有 会有属于老黄的那一部分 但是老黄同学他也赋予了我一些东西 欠了三十年的假 早点讨完 早点了我心事 说来也还蛮巧的就是导演跟我说 我特别适合老黄这个角色 因为他在看安家 其实我因为在上海待过挺久 也知道就是在九十年代 或者是现在再去看很多的那种 弄堂里面的亚瑟 他们还是蛮喜欢 就是像这种比较花里不少的 这种感觉 这个人物本来他的这个角色就很跳 这个服装一穿就更恰如其分更好 亚瑟 挺难的 就是演好太难了 因为每一个都是认认真真 处心积虑地去强点戏 让这个角色被大家记住 就像当时拍《流浪地球》的时候一样 就是所有的人为了拯救自己的家园 不断牺牲的那个场景 所有的车在掉头 然后所有的人就奔向着 在那一个可以拯救自己的一个目标 接近旋律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最感动的 生或死 直接做一个选择 生死路长啊 但是可能因为你的牺牲 你才能让别人去有一个生的希望 特别悲壮 成功了 我觉得就是《流浪地球》这个作品的力量 其实我拍戏到现在 就这两年我印象最深 那是《铁道英雄》的教导员 对于我来说 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形象 所以在演这样的形象之后 会有一些 就不知道该从哪些地方下手 直到有一天看那个 他里面的那个宣言的那段誓词 百折不挠 永不放弃 认识巴刀给我的印象真的是挺大 这个角色是 我尽力了 我就爱这个职业 为这个职业可以奉献自己的全部热情 每一天都是无愧于心 十年后你会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